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這項商品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XMACE 300 那為各位介紹的是這個 碳纖維的這個空力外蓋 那這個是貼片式的設計 那基本上呢 貼片式的設計呢 呃...是有它的好處在的 那一般呢 傳統可能是用這個 呃...原廠件下去做一個包覆 那所謂原廠件包覆就像這樣子 那直接做包覆 那包覆的話呢 當然功夫的好壞呢 會有很大的一個差異在 那如果說像 日照不夠或是乾的時候不夠呢 它在試的日照情況之下 會比較容易所謂的 會起泡的一個情況 那...呃...但是呢 這一款是一個 真控高壓的一個款式 那所以呢 呃...在製作上呢 是一個逆向工程下去製作的 然後做一個薄薄的貼片 那百分之百的碳纖維 百分之百的碳纖維 不是一般的玻璃纖維下去做的 那直接合上去 貼上去 雙面膠貼上去就可以了 那當然這個是 呃...不會有這個... 就算是日照 也不會有這個起泡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密合度呢 我們來看一下 都會有一個 不錯的一個水準在 那當然呢 各位... 可能在影片上 可以透過這個鏡頭 可以看到反射到我的影子 那...基本上呢 呃...表面的這個... 經由的這個塗層呢 那...非常亮麗 非常漂亮 那當然透過攝影機 都可以看得到 哦...非常好看 那...當然 陸陸續續呢 這...都會有不同的 這個碳纖維的部分 做一個開發 那...可能過一陣子 可能連串農蓋啊 什麼的 哦...都陸陸續續會有 那...畢竟這個是屬於一個 開模性的一個商品 哦...開模的一個商品 所以呢...這個... 呃...投資下去 廠商投資下去的錢 會稍微比較多一點點 哦...然後... 所以在這一方面的速度 呃...沒有... 這麼的快 哦...但是呢 以此項商品來說呢 呃...慢慢的 呃...都會陸陸續續 像車子啊 各方面都會有 陸陸續續的一個推出 那我們把鏡頭再拉輕一點看 即使向下方的一個 原廠的一個 一個皺褶 一個轉折處 哦...那這個使用真空 高壓的一個款式呢 哦...都可以做得 非常的漂亮跟完美 那...當然 原廠的一個 呃...拆卸這個 空濾的一個 螺絲孔 那...當然也有做一個 律...律流 哦...那...當然原則有三個 橡膠塞 那至於橡膠塞 要不要拿掉 或是不要拿掉 那...端看個人 那...因為... 個人我是覺得拿掉比較好看 那...當然 呃...因車主不同 所有人需要的不同 那...當然... 呃...都可以... 呃... 是否安裝 當然都可以自行來做一個決定 哦...這個... 當然我們... 麥克三物接近品 我們還是有其他的 這個...各個部位 像油箱啊 或者說像這個... 呃...盾牌左右兩側啊 啊...儀錶板啊 等等的部份 呃...我們都有限貨供應 喜歡我們可以參考看看 那... 基本上呢 呃...我們... 蠻多的這個XMACE的部份呢 我們都有商品供應 謝謝大家